觀眾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三月十五號 星期五的宮序早安新聞 我是鄭惠仁 首先在南關心道的 就是又有中國的船隻翻覆 中國快艇翻覆岸尚未落幕 時隔一個月 一艘中國籍的漁船 閩龍魚61222 昨天清晨在金門 東定海域沉沒 有六人落海 中國海事中心 請求我方協助搜救 海巡署派遣巡防艇 中國也出動救難船艦 目前有兩人獲救 兩人身亡 還有兩人失蹤 海委會證實 中國漁船是在我國 近限制水域內 0.3海裡自行翻覆 強力探照燈照在海平面 搜救人員與時間賽跑 十四號深夜 在金門東定海域 持續搜救兩名 失蹤的中國籍船員 事情發生在十四號清晨 中國籍漁船閩龍魚61222 在金門東定海域沉沒 有六名船員落海 海巡署接獲國搜中心通報 立即成立應變中心 我方海巡艦艇 跟中國救難船同框 攜手展開搜救行動 海巡總共派遣四艘巡防艇 中國則出動六艘救難船艦 趕赴現場搜救 失事海域可見漁船殘骸 金防部兩棲營潛水員 下水展開人道搜救 海委會副主委周梅烏指出 中國漁船是在我國 近限制水域內 由於2月14號中國快艇 翻覆案導致兩岸情勢緊張 相隔一個月又發生船隻翻覆 海巡署謹慎處理 海巡會將會依照主管機關的 嘱託來辦理 落海的六名中國船員 兩人死亡 兩人生還 還有兩人失蹤 依照慣例將持續搜尋 七十二小時 尋找另外兩名落海的船員 根據統計 過去三年 中國請求支援有十七案 共救起一百一十九人 記者黃子傑 張子佳 沙晏 其中健剛綜合報導 總統 蔡英文即將在520交往 給賴清德 他在卸任前啟動朝野對話 昨天和民眾黨主席 柯文哲在總統府會談 蔡總統希望未來能夠持續 建立政黨溝通平台 在重大國政議題上 凝聚朝野及社會最大共識 柯文哲認為 只要是對國家有利 人民有益的事 他努力以赴 蔡總統與賴副總統 也經過討論 兩人也都認為 台灣人民 期望看到朝野 能夠良性的對話 而非對抗 那一起推動 游利人民的政策 讓國家持續進步 蔡總統與柯文哲 是就勞保年金改革 提升國防預算 強化社會安全網 及政黨溝通平台等重要議題 進行意見交流 雙方由總統府副秘書長張尊涵 以及民眾黨副秘書長周餘休陪同 歷史約兩個小時 蔡總統也期盼 能夠與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責定合適時間進行會面交流 帶領來關心到今天的天氣 今明兩天 在白天的氣溫會逐漸的回升 不過各地的早晚天氣還是偏涼 各地的溫度方面 中部以北 東半部的高溫 是二十二到二十五度 南部則有機會來到二十七度以上 中南部地區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 要適時的來添加衣物 而今天到明天清晨 全台各地還有外島的澎湖 金門馬祖地區 大多都是多雲的天氣 不過因為中層的水氣比較多 所以部分的地區雲量也會比較多 偶爾會有零星的降雨 其中又以中部的這個山區 是這個降雨機率是比較高一點 會比平地再高一些 而再來關心到空氣品質的部分 今天環境風場是偏東風到東南風 由於西半部的擴散條件差 污染物容易累積 再加上午後受到光化作用的影響 臭氧濃度容易上升 提醒大家在雲家南高屏的地區 是紅色警示 而北部還有中部地區以及金門地區 是橘色提醒 請減少戶外及劇烈活動 關心上天氣持續更年關心到的是 去年六七月間 台中有兩名男子被查出多次違規 在桃園機場管制的紅區範圍 操作無人機 導致機場暫停飛機的起降等重大危害 檢方針結依涉犯危害飛航安全罪嫌 將兩人起起公訴 店裡搜索無人機清查飛行紀錄 去年六七月間 航空警察局多次接獲 桃園機場公司航務處通報 代號三九一六無人機違反民用航空法 在禁航區操作飛行事件 警方除攔貨涉及台中市六十二歲 連姓和三十五歲的黃姓犯嫌 也查扣無人機兩台平板電腦一台 筆記型電腦一台車輛一台手機一支等證物 警方查出兩人明知道機場周遭 為限制無人機活動範圍 卻沒有向民航局申請核准 在去年六月到七月間前往桃園機場 周遭管制範圍 操作無人機多次 其中在六月二十九日違法施放 甚至造成桃園機場 跑道暫停起降六分鐘 因此癥結依危害飛行安全罪嫌 將兩人提起公訴 機場公司表示 無人機闖入機場管制範圍 不但對飛鞍造成威脅 也影響旅客權益 會依法移送民航局及建議重罰 經查證屬實可儲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 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還 檢查機關也可依危害飛行安全罪嫌 提起公訴 記者 詹淑雲 桃園報導 帶你來看到今天的早餐書報 首先看到自由時報的部分 二零一三年的布農族人王光露 在為了完成高齡母親的心願之下 是持土造的长枪 猎捕保育類动物 被判刑三年半定验 2021年被蔡英文总统特赦 但免刑不免罪 王光路仍然有罪 只是不用入监 历经了三任检查总长 替王光路提非常上诉 在最高法院是 昨天撤销了有罪判决 改判王光路无罪确定 11年诉讼之路 画下据点 最后来看到的是 中国时报的部分 北市二十四岁廖姓男大生 在去年暗中帮这个张姓高中同学 投保了四千一百二十六万元 在诱骗张姓男子 他是以光脚浸泡在干冰桶 十个小时 导致双脚严重冻伤截肢 两人事后是已到阳明山出游 遭冻伤为由申请保险金 但保险公司发现有意 向刑事局报案 两人只乍得二十三万多元 预诈领四千一百零三万的保金未遂 台北地检署学四号一诈七 帮助他人至重伤等罪起诉两人 好 持续要带您看到的 则是台中有民众 是在自助洗衣店 嬉笑打闹 其中一人是直接钻进 到了滚筒烘衣机里 随着机器启动 在里面转动 画面上网引发讨论 有洗衣店业者表示 这样可能损坏机器 还有易氧化碳中毒的疑虑 医生则是强调 长时间待在里面 还会有烧烫伤 热衰竭等风险 千万不要学 自助洗衣店内 一名男子钻进滚筒红衣机里 接着同伴关上门 还按下启动按钮 人就在里头跟着转动 细笑打闹过程 全都放上网络 事情发生在十号 地点在台中 引发网友一片踏伐声浪 民众看到也觉得相当不可取 太危险了 对对对 太危险 因为这样 人应该也不舒服吧 如果极其故障什么的 因为这是搭红衣服的地方 进去有点不太危险吧 自助洗衣店 一般都是无人管理 洗脱轰都靠自行投币 常见的恶作剧 包括故意移动别人衣物 开门让衣物散落 把饮料等液体 倒入洗剂槽等行为 这次竟有人直接钻进滚筒 其他业者就说 一台机器药价 大约二十万元左右 这样的行为 可能造成滚筒损坏 以及一氧化碳中毒等意外 一转他一定会 一定会烧那个瓦斯出来 尤其他把自己关在里面 专家提醒 民众躲进轰衣机内 时间久了 还有可能会有烧烫伤 热衰竭 有密闭空间恐惧症的人 还会引发胸闷 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 错误示范千万不要模仿 若造成机器故障 不但有公安疑虑 恐怕还得面对业者求偿 记者杨明峰彭焕群 台中报道 有民众则是跑到台北捷运 永宁站出口的采光玻璃处 玩滑板 结果是造成玻璃均裂毁损 被站长要求说明 却拒绝配合 甚至翻越闸门 强行出站 捷运公司调阅监视器后 掌握八位民众 捷运公司严厉谴责违法行为 已经报警追人并将求偿 重回台北捷运永宁站二号出口 采光玻璃下的水泥基座 明显有轮子刮痕 遭破坏的玻璃 则是被贴起防护 目击民众说 近期陆续都有看到一群人来玩滑板 本来只是冲上斜斜的水泥基座 但越玩越嗨 居然跳上采光玻璃 台北捷运公司表示 十二号中午 永宁站询问处接获民众通知 采光玻璃上有一群人玩滑板 不过镇长到现场时 他们已离开 经吊越监视器画面 发现当时共有八位男性民众 已造成玻璃上出现十公分裂痕 以及两条长达二十公分不等的刮痕 当天晚上 永宁站站长又发现 这八位民众刷卡进站 立即上前要求配合说明 没料到被拒绝 其中四人翻越闸门出站 另外四人刷卡离站 捷运公司当下通报捷运警察 以及下去派出所 将巡线追人 对违法行为涉及大众捷运法各项规定 将分别裁罚 玩滑板造成玻璃毁损 最高可处七千五百元罚还 而未经验票程序 违规出入车站 每人最高也可罚七千五百元罚还 另外拒绝配合说明 为妨碍捷运系统人员执行职务 也将开罚 至于采光玻璃毁损部分 将另外再求偿 捷运公司强调 对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呼吁民众不要以身释法 有未成年的女选手 到新北市新庄国民运动中心 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 在女更衣室的置物柜区换衣服 过程是全被上方的监视器拍下 女选手家长指控 现场没看到监视器的警语 向运动中心要求删除画面 被拒绝 愤而到警局提告 业者回应安装监视器 是因为窃案评传 事发后已经删除影像 未来会加强公告提醒 来到新北新庄国民运动中心 在南兵址部 女更衣室的置物柜区域相当大 但注意到了吗 在天花板上方 却安装监视器 有未成年女选手 今年一月到这里 参加全国游泳锦标赛 就在置物柜区域更衣 直到有人提醒 这才发现原来置物区 有装监视器 整个更衣过程 全被拍下来 让女选手家属气炸提高 这位妈妈非常的担心 她立刻去报案 也调阅了监视器画面 发现不止她的女儿 当下参与比赛 许多的选手都被拍下了影像 但是当下她反映 要删除画面 遭到拒绝 家属透过议员陈勤指出 当天因为赛程安排 加上独立更衣空间不足 比赛选手几乎都在南兵止步 女更衣室内的植物区换衣服 但家属指控 现场没有看到监视器警语 就连监视器的监看画面 一次就放在柜台处 管理人员都能看得到 家属认为管理单位负责人 设犯刑法的妨碍秘密罪 回到事发地点 有部分民众表示 不知道游泳区域的男女植物区 有安装监视器 运动中心业者回应 因为常发生置物柜偷窃事件 裁装监视器 目前已经放大监视器 警语的公告 避免有民众没看到 有关未成年女选手 更衣画面已经删除 确保不外流 新北市体育局 则要求运动中心 全面检视更衣室的置物区域 如果有装监视器 要清楚告示 记者渊泽郭俊玲新北报道 一岁男童等待收养期间 遭到保姆虐死案 引起儿少权益保护的检讨声浪 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亲自出席 行政院会 就社会安全网提出了四点建议 而且这起案件去年底发生后 却没有寻重大儿虐事件程序来调查 卫福部表示 已经修订重大儿虐事件处理计划 未来不论家内家外重大儿虐 都会开会检讨 一岁男童在收出养过度期间 被保姆虐待致死 引发社会哗然 但事发三个月后才曝光 案件至今家属仍未对外 发表任何看法 引发外界众说纷纭 男童阿姨也透过录音声明回应 台北市长蒋湾也上午临时变更行程 亲自出席行政院会 就社会安全网提出四点建议 包括中央和地方三方共访机制 落实幼儿专责医师制度 终继安置要比照寄养家庭标准 和希望中央建立评鉴保姆的 全国平台等四大方向 由于虐童案个案 属于新北市个案 收出养后交幼儿蒙转介 并请北市保姆照顾 三方缺乏沟通联系才会导致悲剧发生 绿白党团都召开记者会 痛批中央地方互踢皮球 幼稚一声浪 受家属至今仍未回函给台北市政府 这个处理流程跟原则来处理 微福部已修订重大儿虐事件处理计划 未来不论家内家外重大儿虐都会开会检讨 立委指出截至目前三岁以下出养儿童 有一百七十七名 微福部应积极于各县市社服单位 确认掌握安置照顾状况 并增加访视频率 行政院长陈建仁也指示政委零万亿 这期日同案双北卫生局都没有接获社会局通知 无从指派幼儿专责医师 社政委证是否断练引起质疑 有医师建议针对高风险个案 应该有强制力 配合跨单位不定期访试 一岁男童遭保姆虐死事件 震惊社会外界除抨击 而服联盟转接问题 对双北卫生局接位接获社会局通知 而无从指派幼儿专责医师 也引发计划漏接直疑声浪 摄政委证是否断练 他的出发点是以健康和医疗为主 当时其实中央在这一部分 还没有特别明确的界定 完整的流程是什么 或者是说受案的对象是什么 幼儿专责医师制度从民国一百零九年 部分县市推动事办 一百一十二年十一月起 全台纳入 适用三岁以下幼儿 收案方式有两种 包括医师自行收案 以及指定收案 对象则包括脆弱家庭 发展迟缓 未成年孕产妇等 有地方社会局提供名单 给卫生局在梅河幼儿专责医师来 收案照顾 但计划并不具法律强制性 医师也建议针对高风险个案应有强制力 配合跨单位不定期访试 而全盟则点出第一线人员困境 现行针对儿童出养前安置的法源 薄弱且分散 没有规范政府主管机关 与民间团体的权责划分 针对居家托育人员的访试机制 应采取不预购访试 并提高访试频率 林慧华指出公司协力不顺畅 国家没有真正承担起照顾责任 也强烈呼吁政府即刻拿出办法解决 别让访员遭拒 改善儿童出养照顾与评估 修正相关安置法源 及时不破网 才能预防汉事再次发生 今天我们陈伯玉 台报道 肺癌不仅是国人十大癌症之首 而且有家族化的趋势 台北荣总公布最新研究 肺癌的患者当中 有肺癌家族史的比例 比重度吸烟者还高 这也显示了肺癌发生率 和家族史息息相关 尤其是一亲等家人 例如父母或子女罹患肺癌 风险就更高 58岁的陈女士 因为弟弟罹患肺癌 他两年前参加公肺 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检查 发现右下肺液有2.4公分节节 手术切除后 确诊为第二期肺腺癌 目前病况稳定没有复发 其实之前完全没有症状 对那还好筛检到不然就是这样子默默的就变得更严重了 同样也具有肺癌家族史的陈先生 因为母亲有肺癌 他就以检查在左上肺液 发现零点七公分节节 后来确诊为第零期肺腺癌 所幸早期发现治疗 目前术后状况良好 台北荣总公布最新研究 在近两千名肺癌筛检人数中 肺癌减出率为2% 其中早期个案占8成7 显示低剂量胸部电脑断层 确实有助于早期发现肺癌 更进一步分析发现据肺癌家族史的患者比例 比重度吸烟者还要高 显示肺癌发生率与家族史息息相关 这个基因的这个表现 不是说一两个基因就会造成 它是多个基因的变异的问题所造成的 所以目前还是相关的研究当中 只能知道说它是有遗传性 医老团队强调不同期别的肺癌 存活率差异相当大 例如第一期五年存活率高达九成 但是如果拖到第四期才就医 五年存活率只剩下一成 目前国健署提供有肺癌家族史 或重度吸烟者 每两年一次肺癌筛检 呼吁高风险族群 及早就医检查 而排名十大死因第十位的慢性肾脏病 早期的预防也很重要 台湾有喜胜王国的称号 喜胜率全球第一 国健署表示导致肾脏病的风险因子 主要是三高 呼吁四十岁以上的民众 定期筛检治疗 才能避免到肾功能恶化 要到洗肾 四十岁的吴女士是慢性肾脏病友 而且今年即将洗肾满十七年 回想其他大学新生入学健康检查时 就发现肾功能异常 但是她不以为意 也没有追踪治疗 没想到两年后恶化成尿毒症 只能靠洗肾活命 她以自身经历呼吁民众 千万别轻呼肾脏病带来的威胁 肾脏病早期预防很重要 根据国健署最新调查发现 四十到六十四岁国人当中 超过三成有三高合并肾功能异常 近两成民众同时有吸烟及肾功能异常 超过两成有肥胖及腰围过粗 合并肾功能异常 这些都是慢性肾脏病的高风险因子 肾脏的伤害就是全身伤害的总和 那你每些慢性病最后都会回到肾脏来 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的环保机构 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那平常可能你也不知觉 不晓得它有没有出问题 那唯有靠我们平常的检查 那靠这些检验的数据来判断 国健署表示台湾有洗肾王国的称号 洗肾人口超过九万人 慢性肾脏病一年健保支出超过五百三十亿 是医疗花费最高的疾病 因此预防剩余治疗 国健署目前免费提供四十到六十四岁民众 每三年一次 六十五岁民众每年一次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 只要及早筛检 及早治疗就能避免肾功能恶化到洗肾 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 十四号第三度试射无人太空飞行器 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星舰 这次的飞行距离比前两次都还要远 但最后再返回地球时失联 SpaceX公司的次世代新舰火箭系统 发出轰隆巨响缓缓上升 接着离开发射台飞向太空 未来的登月太空任务 可从这次关键的试飞 窥探航空新技术与工艺 2分44秒后下半部的推进器 跟上半部的太空船准时分离 穿越大西洋跟非洲南部 从近两百公里高空 传回了地球的壮观影像 这次任务执行为第一级 超级重型推进器33具猛禽引擎 全速启动 第二级飞行器的所有六具引擎 成功将其送入轨道 然而升空后大约一个小时 SpaceX表示跟太空船失去联系 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火箭星舰 分别在去年四月跟十一月执行两次试射 但均在空中爆炸解体 SpaceX从这两次经验中学习并修正 与第三次试射同时尝试实现一些更具雄心的目标 前两次测试目标是锁定坠落回夏威夷附近太平洋 这次原本预定最后要溅落在印度洋 公事新闻黄命令编语 日本的同婚人士争取婚姻平权 昨天取得两大胜利 北海道的札幌高等法院认定禁止同婚违反宪法 保障婚姻自由还有人人平等 成为日本高院判决违宪首例 东京地院也判决民法与户籍法 不认同性婚姻属于违宪状态 但两起判决都驳回原告赔偿要求 首举不调庆祝法院判决违宪 日本北海道三对同性伴侣 主张民法与户籍法 不承认同婚等规定 违反宪法第十四条 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原则 与宪法第二十四条保障婚姻自由 向国家提出每人一百万日元的损害赔偿诉讼 札幌高等法院十四号的二审判决 认定宪法保障同性婚姻现行制度属于违宪 这是首例高院违宪判决 不过高院也认为 并不能说国会未修法是违法 因此驳回损害赔偿请求 同一天东京地院也判决 不承认同性婚姻之现行法律规定处于违宪状态 但与违宪不同 违宪状态定义为现存法律及制度 属于违背宪法阻止的状态 法官也驳回八人的赔偿要求 目前日本地方法院对同性婚姻是否违宪的判决 共有六件 只有大阪地方法院认定核宪 其他包括东京福岡法院判决违宪状态 札幌和民谷认定违宪 联合国为在加萨南部拉法的粮食分发中心 当地时间十三号 遭到以色列军方空袭 至少有五人死亡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表示 正计划将拉法的一百四十多万居民 转移到中部的人道主义岛 不过没有透露转移的时间表 联合国的工作人员关闭位于加萨南部拉法的粮食分发中心 因为这里才刚遭到以色列的军方空袭 加萨地区总共有两百三十万的人口 目前有一半都在拉法避难 联合国指出这场攻击造成至少五人死亡 二十二人受伤 死者包括至少一名联合国难民救济处的工作人员 已军表示空袭是因为有哈马斯武装分子 藏身粮食中心负责向哈马斯提供 以军位置的情报 但遭哈马斯否认 并谴责以军扰乱救援物资的分发 在华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三号指出 美方还没有收到关于这起事件的细节 但强调以色列仍然必须保护人道救援工作者的 安全 根据哈马斯卫生部的数据 去年十月七号以哈冲突至今 以军对加萨的攻击已造成至少三万一千两百七十二人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伊斯兰摘戒约已经开始 原本美国卡达与埃及居中斡旋 希望以哈在摘戒约前达成停火协议 显然已成空谈 联合国指出加萨地区的粮食供应即将耗尽 英国外交部十三号表示 有一百五十顿的物资已经进入加萨 还有约六个阿拉伯和西方国家透过降落伞向加萨空投物资 当地时间十三号晚间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声明 以军政计划将拉法地区的一百四十多万民众 绝大部分转移到加萨中部的人道主义岛 并且提供临时住所食物水和其他必需品 也代表以色列将对拉法进行清场行动 但哈加里梅透露确切发动攻击与转移居民的时间 只强调以色列会在适当时机行动 并且需要先与埃及达成协议 公事新闻沈路沛编译 国际能源总署IEA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 甲烷对温室效应与气候变迁影响大过二氧化碳 而且甲烷的排放量连续三年在上升 其中中国煤矿与美俄的石化业 是造成这三国高居前三名的主因 在所有造成气候变迁的温室气体当中 最大量的是二氧化碳 不过要谈到制造温室效应的能力 甲烷还胜过二氧化碳 IEA的研究指出除了湿地等天然的甲烷来源占四成 其余六成则来自人为因素 总量排名第一的是农业 石油天然气产业的甲烷排放则居于第二 若以国家与能源产业做交叉分析 中国在煤矿造成的甲烷排放世界第一 石油与天然气的甲烷排放则由美国俄罗斯分居一二 IEA认为同样是生产石油与天然气的国家 挪威 土库曼跟委内瑞拉的甲烷排放就少很多 其中的关键就是这些能源从开采到提炼的过程中 当事国有没有尽力做到防漏 以及有效的减低排放 国际能源总署认为 产油国家只要能从2023年的营收拨出不到5% 凑足1700亿美元 推动相关设施的改良与科技研发 就能有效降低甲烷排放 否则在漏气造成每年短收十亿美元之外 还要多出九十几亿的社会成本 非常划不来 公事新闻许家人编译 今天转回到国内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被指控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招待 多次利用咨询和行文的方式 要求提高警用监视器预算 简连接获检举 昨天发动搜索 并约谈陈崇文及厂商等十九人到案 询问后 今天凌晨移送北检附讯 从连政署被送到台北地检署附讯 大家面对镜头不发抑郁 他们都是因为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被控涉嫌收贿 帮监视企业者台湾智慧官网护航 十四号上午 多名连政官在台北市议会议员研究室 大动作搜索 这回调查的对象是国民党三连霸议员陈崇文 监督检察局太认真被报复 司法迫害政治追杀 陈崇文曾经多次在议会关注监视器传输问题 检联接或检举 陈崇文涉嫌接受监视器业者招待 用直询和行文的方式 要求提高警用监视器的预算 并使用特定规格护航承标厂商 十四号发动搜索 带回陈崇文 也约谈厂商等多人 全案疑似跟前年编列的 警用监视系统预算有关 当时也引发前台北市长柯文哲不满 这波搜索行动原来议会早就知情 却引来北市议会国民党团抨击 检方没有具体试证 民旦疑似于厂商勾结 全案潮贪污等罪嫌偵败 是否会向上追查 还有没有其他公职人员设案 引发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九月的屏东明阳大火造成百人伤亡 也烧出部分业者没有如实申报危险物品的漏洞 行政院将修法针对未申报 或者是未如实申报的业者提高罚还上限到五百万元 同时修正执法的主动申报标准 以及保险金额 中央地方也将强化源头管制 工作人员推推车进厂区 大火过后已五个多月 屏东明阳国际的工厂仍残破不堪 大火烧出部分业者 为如实申报危险物品的漏洞 行政院十四号通过 经济部的工厂管理辅导法修正草案 将针对未申报或申报不实业者 加重罚还金额最高到五百万元 将罚还上限提高一百倍 裁法的顺序的部分 那裁法未来再有类似案件 业者的违规的时候 地方政府及主管机关 就会针对类似的案件 直接给予处罚 除了母法 执法的工厂危险物品申报办法 新增了主动申报标准 工厂危险物品投保办法 也提高最低保险金额 总保险金额也提高到七千两百万元 但之前发生美副仓储大火的桃园市 市府曾建议工服法 应将仓储业纳入危险物品申报对象 这次修法未被纳入 经济部次长表示 已有其他法规作规范 明阳大火造成包含四名永霄等百人伤亡 小改团体认为修法的金额 对类似明阳的大公司来说九牛一毛 建议依营收提高罚还比例 并加入刑则 地方政府则肯定修法能形成一定约束力 也跟中央联手强化源头管制 明阳的相关就责检讨等持续进行 但也有立委发现 明阳至今未被列入职安署重大质灾地图中 对此职安署表示会要求加速相关作业 记者陈欢宇孟昭全屏東台北报道 碳费明年开征 环境部在昨天是首次举行 碳费费率审议委员会会议 针对定价的部分 环境部长薛富胜表示 没有预设立场交由委员会决定 环境部明年开征碳费 国内五百五十家排碳大户将为首迫对象 要缴多少钱呢 环境部表示已经公布 碳费费率审议委员会名单 周五下午将召开首次会议 由委员会来决定 面对四月即将调整电价 决定非律时是否也会纳入考量呢 部长薛富胜表示会通盘考量 环境部不能只站在环境 推动的考量 我们会衡量整个台湾 以及跟国际接轨的情况 环境部估算 若碳费每顿收三百元 温室气体管理基金规模 将达四百亿元左右 部长薛富胜强调新政策推动 需要时间酝酿 也听到业界对开征有顾虑 因此碳定价会考虑业者的竞争力 针对欧盟 2026年将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出口欧洲的商品 要申报碳排放量 购买凭证 那在国内缴交的碳费 可以理解吗 根据他C-BAM的法条里面 只要你在你的国家 有官方的凭证 你缴了碳费 他们就承认 而针对推动固体再生燃料 SRF取代煤炭有助减碳 经济部过去曾表示SRF为绿能 上午部长薛富胜定调 SRF不是绿能 以着手修法 要将产品分类 不适合的材料将剔除 从源头管制 另外也会加盐排放标准 申请案会再增加两道关卡 除了书面审查 也要实地现刊检视试车情况 记者林金梅谢麒文台北报导 民间团体倡议推动 育婴价弹性化 开放已知和小时微单位请领 并且延长到小孩八岁前都可以请 劳动部表示 目前正在延拟五到七天的育婴流停计划 预计年底前事半 小朋友拉着彩球 随着音乐手舞足道 投诚战功所宣布 下学期只要入学投诚 正立幼儿园 只要幼儿及监护人 其中一人设计 新生完成发展检核程序 工作就发一万元的奖学金 大中小班于期末通过学期评量 则发给学习进步奖学金三千元 除了透过发放奖学金 友善教保环境外 台湾也因为迈入少子化社会 职场是否友善 也影响民众生养子女的意愿 国内目前有育婴流停的规定 每一子女满三岁前 得申请育婴流职停薪 最常可申请到两年 但每次已不少于六个月 若有少于六个月 需求最短也只能申请一个月 并以两次为限 育婴流停津贴也只发放六个月 有民间团体倡议 推动育婴价谈性化 开放以日小时为单位请领 并延长至小孩八岁前都可以请 现在劳动部规划 执行小规模试办计划 请有意愿的公司部门参与 让劳工以五天或七天 请育婴流停 预计年底前试办 那能够分歧去安排的话 我倒觉得说对雇主也好 对员工也好 应该可以任他们选择 这样我是蛮赞成的 我觉得这个试办计划 还是太保守了一些 他并没有就是说 非常积极的一些诱因 让雇主来参加 劳动部这边应该要扮演 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那就是说能不能更积极的 跟企业沟通 那搜集更多的国内外的案例 他们在例如说人资上 怎么样处理 劳动部这边 其实可以做得更多 妇女团体认为 政府必须搭配修法配套支援 减轻雇主的行政工作 才能让试办计划 带来正面成效 吸引雇主有意愿参与 记者回邱福财 林静伦台北宜然报道 政府规定 动物展演需要申请 不过花莲目前 包括农场 骑马俱乐部等 还有九家业者不合法 业者反应主要是 展演许可 必须在固定的场所 特定时间 但像是马术活动 因为范围非固定 因此就无法通过 骑着骑马 悠游的在海边或是野溪里 是花莲最近很夯的 一项观光活动 但移动保法规定 如有收费 就必须申请动物展演许可 此外 像是入场需收费的农场 如有提供可爱动物 给游客拍照 喂食互动等 也需要申请 不过花莲目前共有九家业者 动物展演许可证 一直申请不过 主要原因是 没有在固定范围内经营 也没有固定展演时间 像是马匹 如果需要到户外活动 甚至随时移动 就不符合规定 让业者很头痛 为此部分议员邀请县府 以及相关业者举行专案会议 希望能够找出解套方式 但动保团体则是认为 离开固定场所的展演活动 就会有一定危险 如果发生事故 该由谁负责 县府强调也曾韩文农业部解释 但即使是体育主管机关 核定的马术运动 也需要在固定场域进行 严格规范也是为了保障 其他人安全 但会把意见反映给中央 Ai浪潮席卷全球 国内也有新创的室内乐团 与科技公司合作 携手打造台湾的AI组曲 由AI来谱曲真人演奏 甚至透过自动根谱的技术 创造虚拟乐手 与真人同台演奏 室内乐团一演奏 背后萤幕同时播放 由AI生成的台湾美景图 而乐团正在演出的也是由AI生成的台湾AI组曲 以磅礴气势揭开序幕 呈现出壮阔感 AI到底怎么生成音乐呢 赋予文教基金会表示 此曲花半年时间创造 先提供AI大量台湾音乐 训练AI创造出台湾味 确认风格后把旋律制作出来 再决定要搭配的乐器 AI还能摇身一变成虚拟音乐家 透过中研院研发的自动根谱系统 贝多芬钢琴三重奏 由真人演奏钢琴跟小提琴 大提琴交给AI 他的反应时间必须非常快 多快呢 就像两个音乐家一起演奏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一样 那么快 研发自动根谱技术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求 赋予室内乐团 此次跟卢森堡的科技公司合作 打造台湾味取风 另外透过中研院的自动根谱技术 让虚拟音乐家也能跟真人同台演奏 基金会认为AI不会取代人 善用AI并带领他 可创造更丰富多元的内容 澳洲有一家老人中心引进AI陪伴者 在人力不足的时候 负责跟失智老人聊天 这个虚拟人物创造过程当中 有几位真的失智病患参与 因此他不但可能可以陪聊 还能用同理心分享经验 住在雪林这家老人机构的凯撒林 是位失智症病患 他虽然走起路来有些吃力 但生性开朗 喜欢与人聊天 在大型荧幕中和凯撒林对话的人 是位名叫维夫的AI虚拟人物 为了让失智患者不孤单 同时解决照顾人力不足问题 这家老人中心引进新科技陪伴老人 更特别的是维夫的创造过程中 有四位患有失智症的女性参与 因此他更能对失智者的处境感同身受 老人中心的工作人员说 AI助理有个优点是 他可以一天工作24小时都不觉得累 不过专家也提醒 AI聊天科技仍存在风险 而且永远无法取代 家人与朋友真实的陪伴 亚洲首富印度最大私人集团 信实工业的主席安巴尼 他为小儿子举办围棋三天的婚礼派对 宾客灌溉云集 除了让人见识到印度独特的传统文化之外 印度富豪婚宴奢华的规模 更是让人大开眼界 保莱坞的性感巨星 兰维尔辛格和妻子保莱坞女神 迪皮卡帕都公同台共舞 往常只有在电影才会出现的场面 二号这一天在安巴尼家族的发基地 古吉拉特省的小镇詹姆纳加上演 当天登上这个表演舞台的 还有保莱坞的三寒天王 美国魔术师布莱恩 以及美国流行乐天后雷哈纳 印度最大私人集团信实工业主席 同时也是亚洲首富的安巴尼 为小儿子安南特所举办的婚前黄欢会 再次让国际社会见识到 什么是超越王室的民间婚礼 为其三天的派对 由宴请五万一千人的流水席揭开序幕 第二天安排来自世界各地的一千两百名贵宾 参观安南特占地三千一亩的私人动物园 观赏它群养的两千多头真奇一寿 第三天则是巨星云集的购物表演 新郎安南特的母亲信实基金会主席尼塔 为了向印度女神南静姆 祈求祝福新人勇于爱和白头偕老 亲自线跳了一整段的传统诗歌 安巴尼2018年为女儿依下举办的世纪婚礼 当时被戏称是小型的达沃斯论坛 因为前美国国务卿希拉瑞凯瑞都出席了 今年这场婚前派对 游国沙乌迪的工业部长 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女儿伊凡娜 高科技业的巨子 如比尔盖茨萨克伯格等人也都现身 出手阔挫的安巴尼 不光是包办了贵客的时音住行娱乐 甚至还有出席费 消息指表演了19首歌曲的雷哈纳 酬劳高达630万美元 不光如此 搭着安巴尼家族婚礼的新闻热潮 五天后让个人彩妆品牌Fenty在印度上市 抢供这块价值三十亿美元的美妆市场 那才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 恭喜新闻 网魂编译 今天我们也关心 今天各地详细的天气预报资料 今天空气如何 来看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节的工序早安新闻 我是郑威仁 我明天同学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